她也沒有想過 會不會抓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當下問她 她也是沒有表情的 她就 喔 就是喔 對啊 所以妳看她跟別人說我單身 對 我氣到就是 跟女生嗎 不然跟男生講幹嘛 對啊 跟男生講幹嘛 跟男生講這個婚姻 這完全就是當媽媽 我現在媽媽上身 然後對方女生是幹什麼的 漂亮嗎 對 是幹什麼的 女生好像就是 學生吧 哇 這個事情很大 那我們在那一年 其實吵得特別兇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跪在地板擦地 擦著擦著就哭了 就會覺得 哭的點不是覺得地可憐 是覺得 沒有人心疼我了 婉婉妳也很特別 妳是從高中就認識妳的老公 聽說她是妳第一個男朋友 是最後一個男朋友 對 真的啊 跟婉婉姐才在聊 就是 她說她不會擋她女兒去交男朋友 對 要多比較嘛 可能就是因為我媽擋我 所以就第一個覺得 都很合就 就結婚了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我爸媽 他們長期待 所以爸媽看她也很順眼 我媽很喜歡她 有一次我媽媽 我爸爸那時候長期跑 美國跟大陸 我媽媽晚上身體不太舒服 想說要去按摩 她可以從就是家裡 過來帶我媽帶她去按摩 但因為她怕痛 所以她就不進去 我媽就說不好意思 就是不然妳進來按啦 不然妳趕快回家 妳不要在外面這樣等 但是等我媽出來之後 她還在那邊等 那時候是三斤半 也她隔天還要上班 我媽那時候就覺得 妳問妳媽那麼喜歡她 很喜歡她 不只是妳的老公結婚的時候 她才發現 她沒有完全準備好 要進入婚姻裡頭 結婚後她出現了什麼變化 其實 因為我們中間 有一段磨合期 我覺得應該是每一段婚姻 都會有一個磨合期 但是到頭來才發現 怎麼當初沒有發現 她結婚的誓言 居然是 我希望之後都可以 每天回家 好好的跟娃娃吃一頓飯 我就很開心了 後來回想起來就是 妳覺得是在談戀愛嗎 妳怎麼會覺得 每天好好吃頓飯 就是這是戀愛 這不是婚姻 那時候都沒有發現 她沒有準備好 然後到後面才發現 就是柴米油鹽降出 她的小事 就是妳們很多 現實面問題沒有溝通 其實我們觀念是很合的 但是她是一個小少爺 我公公婆婆 他們什麼事都可以幫她做好 家事背景也不錯 對 然後她只是 除了偶爾請她倒個垃圾以外 她在家什麼都不會做 但是她就會說 有妳真好 那時候被這句話沖昏了頭 那其實我在家有時候 我有某方面的小潔癖 我看到地板那個 擦不乾淨我會跪下來 因為我們家有狗狗貓咪 那個毛我想要清乾淨 那我媽有一次看到就說 妳給我嫁過去 妳跪在地板擦地的話 就馬上給我回來 就是怎麼可以這樣子 那我們在那一年 其實吵得特別兇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跪在地板擦地 擦著擦著就哭了 就會覺得 哭的點不是覺得自己可憐 是覺得 沒有人心疼我了 就是她也不在意了 那媽媽也不在身邊 妳嫁出來了 妳就跪在這邊擦地 沒有人在心疼妳 她們有心疼妳嗎 因為那時候不合 那時候回到家 兩個人是不講話的 沒有想過會有今天 因為交往八年才結婚 前八年都對妳非常呵護 我們都很好 結婚了一年過後 就跪在地上擦地板 其實之前也有跪著 但是那一次特別感觸的事 這句話很酸 特別要趁她回來以前 跪在那邊妳知道嗎 妳知道 剛剛一年的時候 妳跪在那邊 她開門就說 妳怎麼跪得差地 不要 妳起來起來起來 但吵架那一年 妳跪的是沒有人理的 是只有狗會站在那邊 妳在幹嘛 沒有人理 妳就會覺得特別的心酸 就覺得 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不知道婚姻 怎麼會變這樣 因為妳們兩個有很多的 想法跟看法 可能婚前 八年沒有好好溝通 財務方面的規劃 妳們也不一樣 八年妳沒有辦法 那是交往 交往時候跟住在一起不一樣 生活環境不同 妳沒有辦法想像說男生 妳以為的男生 是像妳爸爸一樣 爸爸會爭線活 自己燙衣服 婚科這麼厲害 對 我爸很乾淨 還會噴香水 內褲還是 濕的內褲 濕的 妳有畫面喔 媽媽 花順 對 沒有爸爸特別 寫花順 但妳以為男生 就是他把自己照顧很好的 爸爸 但是沒有想到結婚之後 妳發現 除了有潔癖的男生以外 其他男生都有點 懶惰 對 她無分是這樣 沒有辦法想像這樣 真的 但是我覺得 最讓我們吵架的 其實是財務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是 習慣每個月有一個預算 我不敢賺多賺少 我覺得 我就是要這個預算 這蠻好的 預算觀念 對 我不想要超過 那其實 小少爺呢 他寵著我 我也寵著他 有一次就是他 他想吃披薩 他晚上回來說 我突然好想吃披薩 但其實那個月 我們吃飯的 食費的預算 已經快要到底了 但是他想吃 我就覺得 你高興 你快樂 我讓你吃 你想吃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後面兩天 我連續吃了兩天的 小魯青書配茶葉丹 他那時候 他姐夫創業 他去幫忙 他以為 這樣子可以 他以為這是他一個轉折點 他可以讓我過 他姐夫 他爸媽 我爸媽的那種生活 什麼樣生活 就是比較 很寬裕的生活 他姐夫是那種一年 每一年都要換車 換車 那我爸媽是 愛馬是包包 隨便買 就算我跟他 妳小包好漂亮喔 就算我跟他說 我不喜歡名牌包 我對那沒興趣 因為我拿我媽的就好了 我撿我媽的就好了 而且我不喜歡逛街 我除非有工作 我才會去找衣服 但他聽不進去 他就很難得 你反而是比較 勤儉持家的人 他就會覺得 你那麼勤儉持家 是不是因為我賺得不夠多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能力 沒有辦法讓你揮霍 所以他那時候甚至 不想回家 我有一次還定位他 半夜還不回家 定位 你怎麼停在什麼 橋附近 我就搭計程車 那時候已經吵很兇了 不然我沒有那麼瘋狂 我沒有那麼瘋狂 我搭計程車 飆過去看說 你到底在幹嘛 因為那吵那麼兇 你當然會 理所當然懷疑 你是不是有外遇 飆過去之後 我真的看到他 他就是坐在車上罰呆 然後那時候看了 其實很難過 就回家 就是你想要靜一靜 你沒有跟他講 你看一看就走了 對 就是好 去吧 他需要一些空間 那時候聽說感情不好到 他對外宣稱說 他是單身 這有點嚴重 真的假的 對 他其實就是男生一個 他在逃避 他以為 我對外講我單身 我就活在那個泡泡裡面 我現在就沒事了 我沒有那個壓力啦 我沒有家 我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單身 他在騙自己 那他還去看醫生嗎 是單身去看醫生 他在騙自己 他傷了你啊 這個其實不對啊 脫苗 你怎麼發現了 他在外面這樣宣稱 看手機 他去睡覺的時候 有人傳簡訊給他 手機真的是很重的一個證物 天啊 都在這個世界 都從手機開始 而且他就那一隻嗎 對 那還好就那一隻 那他其實也蠻笨的 因為其實我們 腳前 我都有他的 網路的一個帳號 那我們Email 其實會共同的 因為我需要驗證嘛 對 所以Email也都會看到啊 他沒有料到嗎 其實蠻笨的 就是你要做就是 他是老實 不是笨 對啊 還蠻青澀的 真的 真的 力量不夠 他也沒有想過 會不會抓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當下問他 他也是沒有表情的 他就 喔 就是喔 對啊 所以你看他跟別人說 我單身 對 我氣到就是 跟女生嗎 不然跟男生講幹嘛 對啊 跟男生講幹嘛 不是 男生講 這個這段婚姻很危險 當媽媽 我在媽媽上身 然後對方女生是幹什麼的 漂亮嗎 對 這段婚姻 對方女生好像就是 學生吧 哇 這個事情很大耶 沒有在講什麼 好火氣都白了 很大條耶 在無知小妹妹眼裡看來 她才就是真的 就是很有趣 哇 你可以怎麼樣 被崇拜啊 對 她需要那個感覺 那那時候氣到就是 那個其實應該是 最後一根稻草 前面都可以 這個當然要生氣了 前面都可以忍 我等妳 想通 沒關係 但是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氣到 離婚協助書已經寫好了 放在桌上我就回家 當初回家我爸媽很高興 啊 女兒回來了 我回來住好開心喔 越想越不對 妳怎麼拎了皮箱 欸 你怎麼房間佈置好了 欸 小姐妳要住多久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她才發現不對勁 但是我媽媽那時候 沒有去問我怎麼了 然後回到家 禮智縣原本斷了嘛 但是妳才 其實女生也是要有一個 自己的空間 妳才會去思考 發生什麼事 她爸媽是那種 我婆婆手腕不好 我婆婆切菜 公公炒 然後我公公怕我婆婆熱 所以在廚房裝冷氣 她知道我婆婆怕黑 所以曬衣服的時候 她會陪著她 就是看著他們這樣子的婚姻 有沒有對婚姻 重新燃起希望 天啊 這個公公還有嗎 沒有啦 因為這 連公公都要問啊 我瘋了嗎 還要這樣公公嗎 這個很小吧 哪有這種公公啊 你會想要就是 真的 真的希望 我要這個婚姻 然後你們兩個人的家庭 都是幸福美滿的耶 很棒耶 對 他們到現在 兩邊的爸媽都還是有 粉紅泡泡在啊 然後我最記得 她姐姐跟我講一句話 她跟我說 你們要知道你們吵架 是為了還要在一起 你們是為了想走下去 你們才會吵 因為你們在乎 我就記得這一句話 有道理 行李拿一拿回家 就是 李志憲又接上了 我覺得 我不要 因為相處了八年 真的很契合 我為什麼要放棄 但是後來 我覺得男生很妙的一點是 你需要等他 跟你站在同一條懸上 因為他如果 跟你站在不同的懸上 你彈出來是不同調 想法要一樣的時候 對 你要等他 真的要等他自己回來 那我覺得我幸運的是 他有回來 他有在思考 你等多久 就是吵那一年嘛 一年半 快兩年左右 哇 這麼久 他就有去思考說 其實那時候我直接 你為什麼誘導他開始思考 跟你在同一條線上 其實那時候我不知道 怎麼跟他溝通 我真的不知道了 就是你覺得 我什麼都說了 我怎麼樣舉例給你 金牛座 你聽不進去 舉例你都 你都聽不進去 我該怎麼辦 我直接放結婚VCR給他看 我直接說 你看我們當初為什麼要在一起 你看你當初你在想什麼 回到初心 對 他回來其實是 參加我朋友的婚禮 他看到南方有多開心 南方就是看到我朋友 他那個臉 他說哇 他真的好開心 那時候他才想起 我為什麼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要給你的 是什麼樣的生活 我是想要把你帶回來寵的 不是變成像姐姐這樣 其實他是自己回來的 沒什麼功勞 他想通了 對 就改變了 就改變了 他現在他知道我喜歡聖誕節 他現在會佈置 然後會去看那個 那個Gordon Ramsey的食譜 他會下廚 他會做給我吃 就是雖然不好吃 但是就是你那時候好吃 當然 對 然後給他成就感 那個烤箱 那個不會用錫箔紙 還是什麼烘焙紙 然後給我弄整個膠的 跟什麼一樣 弄完我還要去刷那個 但是就是很開心 他有心 是 因為他有一個好的原生家庭 有一個好的爸爸 其實在跟他展示了 一整 他整個成長過程 他都一直跟他展示 所以 當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要滿足你 生命當中真實的需要 所以他就會去 也是他的需要 他渴望幸福嘛 那時候才能做權利 但是我覺得女生自己 也要有一點改變 我當初不懂 像我媽 我們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媽是看到我爸 要來接到電話 他可以把桌的東西全撤 全換新的菜 餐盤什麼全換新的 你媽也超寵魁哥的 有必要嗎 太猛了 寵夫魔人 那是啊 寵夫魔女 一般都是來的說 寵夫魔女 你剛剛還沒吃嗎 要叫個炒飯 我要吃剩啊 但是後來我才發現 我媽做的這一點是 她要讓我爸覺得 你很重要 這個家有人在等你 有人在等你回來吃飯 你對我們很重要 對 我們在乎你 不是只是多一雙筷子 你是主角 你是個重要的人 這對男人很重要 很重要 男人需要這樣子 菜輕輕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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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姐啦 沒腰啊 又走了 很多爸爸可能就這樣 這我們就做不到的 哇塞 葵嫂這太厲害了 對 太厲害了 才覺得 其實女生你也要懂得去 當然啦 她好棒 你要去捧她 讓她覺得 對 真的要尊容她 讓她覺得她很重要 對 真的很重要 用好爸媽 讓你也可以吸取 這麼多智慧 是 換回了一個不一樣的老公